你仔细看这双破鞋 鞋底竟然写着50块钱 啥破鞋 50块钱 我们要卖也买双新的 靠 你有病吗你 其实卖鞋不是目的 卖人才是真正手段 只可惜这美女挑错了地方 因为能蹲在这里扒活的人 大多都是监狱放出来的老改犯 哪里又有闲钱消费呢 而男人也不例外 他名叫杨四 15年前因为抢劫被判了刑 原本打算出狱后好好工作 可没想到坐牢的经历 让他根本找不到任何用人单位 而没了办法的老杨 只能天天蹲在桥洞底下 靠着替人要账的私活挣钱 虽然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但好在也算遵纪守法的良好功名 但万万没想到 一场突入其来的凶杀案 却让他再次成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因为死掉的不是什么普通人 而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大佬颜洪桥 并且更关键的是 警方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大量属于老杨的指纹 然而还没等警方调查老杨 现场出现的第二具尸体 却先一步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而身为老刑警的官队 只是看了一眼坠楼的窗户 就意识到这案子绝对不简单 因为在警方随后的调查中 竟意外发现了一间密室 而里面的装修风格 更是给警方看了大开眼界 这里不仅有着豪华床铺 就连私人浴缸也是一英俱全 所以现在看来 现场出现的第二具尸体 应该就是老颜养在办公室的小妾 而如果真是这样 那第二名死者陈晓明 也就成了警方破案的关键 于是官队迅速派人 对密室进行了详细勘查检测 可还没等警方进一步调查 一个带着大金链子的小流氓 却再次引起了官队的注意 里面死的人是我老舅 你老舅是谁啊 我老舅都不知道 你在这办什么案呢 红桥集团 董事长 严红桥 谁跟你说严红桥死的 官队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案子还没对外公布 但他却知道死的就是严红桥 如果这不是巧合 那他肯定是知道点什么 可由于没什么关键证据 警方暂时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为了能尽快破案 官队只能从死者的人际关系排查 而据警方的了解 目前有嫌疑的也就只有三个 首先是严红桥的前妻王平 两人虽然离了婚 但在生意上却一直有所来往 所以不排除是因为利益纠纷 这才让王平对他起了杀心 另外还有严红桥的外甥 他表面嘻嘻哈哈 说自己对老舅的死亦无所知 可在案发后 却又第一时间跑到案发现场 似乎是想确定什么消息 而最后一个嫌疑人 也正是警方在密室中 提取到的指纹主人老杨 可让官队想不通的是 老杨在监狱待了整整15年 他跟死者之间毫无关系 又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呢 可不管真相如何 现在也只有找到老杨 才能解开这背后的重重真相 而在兰河这样的小现场 想要抓到一个劳改犯也不困难 当警方将通缉令发出去后 很快就收到了热心群众的举报 只不过此事毫不知情的老杨 正准备坐火车回家探亲 可谁料还没等发车 就被官队等人逮个现行 叫什么干啥 有谁你们 叫啥 杨素 咋的